要師哥就好了 好啊師哥 那我們現在看到這一個部隊 喔! 兵要過去搶礦了 主堡這個往對手加了三框飛啊 這個非常非常大膽 非常非常大膽的 往對手 有確定嗎 對 現在的剛剛那個飛行路線應該是要上去的 那這次要立場 立場放在他家樓上 放在他家樓上齁 但是因為掠奪者的距離非常非常遠 所以其實部隊也不太敢過去 掠奪者直接下來要跟你硬拼了 但是想算了還是回家好了 對 其他人不行 但是我們第三個主堡 這是什麼尷尬囉 哇 我們過來看到你也已經搶了啊 雙方非常的尷尬 這時候就真的是一句話 一框不容二主堡啊 真的 對 那這時候選手 有人打點點點欸 他有點訝異齁 因為他在這時候看到了 對手主堡竟然想搶自己家的三框 非常非常訝異的情況之下 我們來看到現在的話 第三個主堡都已經完成了 是 我們的弓兵也開始運作了 所以我們人類的主堡 只能夠默默的飛回家了嗎 只能再去找其他地方了 但是我們正門是已經 這個第三個主堡也蓋在這邊了齁 我們應該等一下要搶礦 應該門口是要突破了齁 門口要突破的話 我們才有辦法出去做一個搶礦 好 來了 那部隊突破來到中間 來到了中間的話呢 醫療艇也已經出來了齁 我們在這個時候 雖然被拖延了非常非常久的時間 不過我們的部隊量 其實並不少喔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波 我們有一隻巨像 是 好 目前可以請老師跟大家來報告一下 就是兩方面前 兵力的狀況 兩邊其實兵力齁 兩邊人口落差大概接近20 但是其實 好 慢慢在開雪山隧道 難道是想要操小路嗎 對 我們就是要打你的三礦的一個石頭 我們打破了這個之後 可以從旁邊 可以直接攻擊你的三礦 那現在的話呢 工兵的數量是 你好嗎 選手遙遙領先齁 領先了30隻的工兵 領先30隻 對 可是因為 好像選手太早搶自己的三礦了 所以現在這邊的 防守會非常非常關鍵 來了我們的吉祥妹仔 六落者直接衝我進來 唉呀 所以工兵怎麼都爆出來 這時候是一個雙線的一個進攻 漂亮 我們 部隊載了起來 喔 這裡想要走 那妳的三礦是不是要不保了呢 就留給妳 送給妳吧 對 三礦不保 剛剛阻擋妳的路數 我的錯 對 現在這個狀況因為我們的 家裡被空降 我們的部隊量並不夠 所以只能守一邊 守一邊的情況之下 我們的部隊要走嗎 立場的放置 非常非常漂亮 喔 妳竟然敢放我立場 我吸引到一個不行 直接跟你拚了 直接跟你拚了 好 直接跟你拚了 情況之下 後面又空降了 喔 但是這時候 看來神徒內憂外患喔 對 但是防守非常非常好 我們把部隊 做一個小小的分割 是 我們門口的人類 軍隊呢 已經完全被殲滅了 沒有一個人可以生還回家 對 但是我們這邊到這邊 趁現在這個時刻 我們搶下了自己的 二礦和三礦 所以 主堡終於可以降落了 對 終於齁 兩邊現在都是一個三礦 但是工兵的數量齁 好愛的選手 還是領先了二十隻啊 所以非常危急齁 還是很危險 但是這時候 緊接著就要看雙方的一個 還有機會因為 我們剛剛打掉的對手的三礦齁 其實有拖延到了一些些的時間 所以在這時候呢 大家可以稍微的喘一口氣 好好的來想一想 接下來下一步的進攻 要什麼時候開始 對 可以喝口茶齁 但是千萬不要轉台 但已經又開始了 對 但是馬上這艘部隊 又空頭下來 那居相的射程已經完成了齁 是不是要載起來逃跑 好 結果最後那一隻載不起來齁 因為對手部隊太多 忍痛送給人家了 對 那這邊兩台部隊先走 那 緊接著看一下齁 還是以一個 還是以一個基本兵的配置為主 那三礦這邊 我們人類有一個礦區 似乎好像沒有運作耶 對 三礦完成了 但是還沒有開始運作 因為工兵的數量不夠 喔 對 我們初期因為被壓制太久 其實我們並沒有補充太多的一個工兵齁 這就讓我想到 依說貝老師再生的叮嚀 不管再怎麼繁忙 都要多按按個S鍵 對 你一定要不斷地補充自己的工兵齁 如果是人類請按S鍵齁 神族請按D鍵齁 對 那如果是蟲族請按S鍵齁 好不好 請務必要補充自己的工兵數量齁 因為經濟才是一切啊 當你的軍隊在前面廁殺的時候 家裡的經濟還是要不斷地堅固 對 沒錯 那好愛選手這個工兵應該是又要強況了齁 哇 好像選手的打法真的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緊急 非常非常愛強況 果然放下了第四個珠寶 四塊要蓋下來 那這時候 但是我們的醫療艇飛了經過 會不會放人下來打你的珠寶咧 他想放人但是裡面沒東西啊 好可憐 對 我們想放人但是沒東西放 沒人放 對 但是這時候我們有留意 有偵查到其實就很關鍵囉 偵查到的話我們的部隊 是不是要去做一個前壓 好 他們已經集結了他的部隊了 對 但是圍巾數量並不夠 圍巾殘機並不夠齁 所以我們需要更多的一些圍巾戰機 不要緊張啦 今天有沒有失業線 幹嘛這樣 非常非常緊張齁 因為現在這個戰況其實非常 我對威 對Xeno來講是非常緊張的齁 因為現在其實他是處於一個劣勢 小小的一個劣勢 你要不要喝口水 把他上來喝水 好啦 不要緊張不要緊張 今天我也沒有尖叫 也沒有搶你話 幹嘛這樣 好 好愛選手 部隊來了 喔 直接一個閃電追的快 那現在的部隊量齁 哇 直接閃光的話 我們的部隊直接散開 立場的放置非常非常好 但是 巨像的輸出後來趕快跟上了齁 哇 這是補殺吧 剛剛的這個部隊其實是佔進優勢了 位置是佔進優勢 可是自己的部隊量其實是有明顯落差的齁 是不是 應該是守不住了 哇 我們現在圈後退 後面的部隊是不是要趕快補上來呢 要趕快趕快補上來 那現在這邊還有選手 稍微壓制了一下之後 等後面的 巨像 那兩隻巨像搭配大量的追獵 直接刷上去的話 老師覺得有沒有可能會提早結束我們比賽 其實是有可能的喔 剛剛那個部隊長其實是優勢 不過後可能因為他有選手有搶四況 喔喔 對那因為他認為自己是一個很大 也有一個優勢的狀況 他不太敢貿然 他想要慢慢的折磨對方嗎你覺得 應該是不太敢貿然前進啦 因為他很難言是如果部隊死光了 搞不好 大好的優勢就讓攻守上人 那這時候這一批的小部隊 衝了上來去 看到了對手的大部隊一個緊張 好直接死光 人類玩敲我不忍看到這樣的畫面耶 那這一場交給你 我去旁邊默默的哭泣 我怕我一個人太乾啦 不會啊你蠻嗨的耶 那現在這邊要來空投了 第一時間傳兵喔 好有選手這邊真的是 各方面其實真的經過得非常好 第一時間又發現了對手的一個空投 我們馬上傳兵在自己的家中 就只好默默的把人再載回家了 對那變得說這邊變得無機可乘 如果我們沒有任何的機會可以打擊對手 無論是經濟還是兵力上的話呢 現在這個劣勢就會一直保持到比賽結束了 目前我們可以看到好愛的選手呢 哇他的補給站已經到了200上線了 而且他的總人數是193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的Xeno呢 看他的人數只有117 而且還不斷的掉人數啊 這個部隊直接擠了過來 那所有的部隊量這應該是 要直接 直接直接 不對為什麼要選擇後退了呢 痛在我心啊 我看到這麼多 GG 直接放棄了比賽 我們知道沒有機會了 我們放棄打出了GG 哎呀 好啦 那目前的戰績 我們的邀約太陽神對上我們的橘子熊 是2比1 而我們領先的是橘子熊 剛剛第三場 橘子熊獲勝了 他是為神族玩家贏了我們的人類玩家哦 好的 那我們可不可以請老師來幫我們講解一下 剛剛這個第三回合的比賽呢 到底關鍵點在哪裡啊 其實關鍵點還是初期 初期的時候 我們一開始被壓制太久了 因此我們的弓兵的數量其實是一直劣勢的 那一直到中後期 其實橘子熊沒有什麼破綻可以尋 是 再加上Xeno其實這一場並沒有說 並沒有說 各方面的空降以及壓制並沒有說非常到位 在初期一個雙線還不錯之後 其實就沒有什麼機會可以打擊到華佑 最後就是一路劣勢到結束比賽了 是的 所以呢 這告訴我們呢 再怎麼繁忙還是要多按按你的S對不對 好的 我們再次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我們的粉絲團有獎真達樂 我們的題目好簡單哦 怎麼會這樣 題目是 今晚星海爭霸2聯賽第一局雙方出戰的選手 到底是誰呢 好的 那答對的朋友可以獲得我們 Panda雲端防毒軟體一年份 以及我們Razor世人殺耳機 還有我們的星海爭霸2陸戰隊公仔